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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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行决定由男或女担任主教和牧师 如果有任何争拗可以向独立人士申诉 以平衡保守和改革派的利益 保守派反对由女性担任教会要职 是因为耶稣和十二门徒都是男性 隐身认为圣经要求由男性传道和领导教会 女性不应该在教会内掌权 他们坚持没有历史或者神学理论证明 女性可以出任主教 敢做是有违传统 甚至认为由女主教任命的牧师和神职人员 都没有认受性 至于改革派就认为男女平等是上帝的意志 教会应该秉持这个观念 委任女主教向世人做最好的示范 敢做不单对人类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也有作教会建立更现代化的形象 有关女主教的争议令教会面临分裂 部分英国圣公会信徒 甚至为此转投罗马天主教会 英国圣公会又称英格兰圣公会 是普世圣公中其中一个教会 16世纪亨利八世在位期间 脱离罗马教廷另立为国教 英国君主制名以上最高领袖 英国圣公会在英格兰有两大教省 分别是南部的坎特伯雷和北部的约克 当中坎特伯雷大主教 是全球超过8500万个 圣公会教徒的精神领袖 现任大主教韦尔比 和他的前任威廉斯都赞成有女主教 圣公会现时美国 加拿大 澳洲 新西兰 南非 古巴 印度和斯威士兰等地的教区 一共有20多个女主教 佔全部主教不够三分之一 某些发展中国家 尤其在非洲地区 依然抗拒由女性担任教会要职 坚持主教应该由男性出任 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 早就容许女性做主教 但暂时未有女神职人员 打破男性垄断局面 今日的新闻治库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